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特别的情况 有点意外 再加上美国总统选举都挺精彩 之前大家都说过拜登都是想继续选 但是重磅的人士Nancy Pelosi都是有点暗示 就说是否拜登应该都要退选 可能稍后我们讲完市况可以讲一讲 让我分享一下画面 刚才讲到减息 7月就会开会 还有20天 但7月应该就不会减息了 正常来说 8月就放暑假 应该是否开Jackson Hole 是呀 年年放暑假的时候去Jackson Hole 看山 看树 看河 真是开心 夏天就去Jackson Hole 冬天就去达福斯 又可以说阿雪 其实都挺疏光的 雷总又可以跟他们一起开会 真是会劇 9月就是减息都是高唱入云 83% 可能有再进一步上升 就好像上个星期尾的时候 好像是73% 72%左右 对啊 看看是68% 上个星期 一个星期前就是68% 都多了不少人 因为CPI的数字 还有我想老包说话也是符合市场预期 所以就这样 多了人觉得11月都可能会减息 对啊 挺特别的 突然50%的人都觉得11月都会减多一次息 可能老包刚才我刚才说 老包一再重新联储的决策中立 即是政治中立 但是点阵图就是今年减一次 但是我觉得今年减了两次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12月就退早了 减三次的期限 现在有4.3% 但是主流还是减两次 但是我觉得减三次就 除非市况或者数字差得很厉害 但是暂时来说 就看不到数字突然变坏得这么 所以 其实如果今年减三次的话 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觉得维持 我买呢 你叫我赌的话 就是9月和12月 即使 即管看看情况如何 那 市况就 NASDAD跌多了 那 如果trade的pair 就是上半年就是没有减息 炒AI的概念 那如果下半年真的资金去回一些 就是落后了的股票 诶? 罗络以前升多了 3% 你看到这个pair是 就是刚才我说的logic是 暂时好像是 合乎逻辑的 那就是 这个等一下我弄走 那个 因为我每次做直播都是 很多东西要搞 那我弄走 我们的三文图 要不然是遮住了图 看不到开发 等一下很难抽 哎 按到了 是 那 对 那看到了 就是NASDAD跌0.91% 那 那 罗素2000 刚才升多了 刚才升2.多% 那现在升了3.11% 那 就 之前也试过的 那个迹象就是 一炒减息的时候 都是 罗素2000 突然就弹了几天 但是 保持不了 那究竟今次 就是 罗素2000 继续 有机会 就是向之前2150的高位 还是怎么样 因为 因为暂时 罗素2000 就未创新高 没办法 之前是NASDAD太厉害了 他回一回气之后 那些人又继续 蜂蜂地扑上去 是啊 那 始终的数是比较靠谱的 就是大那些 那么 如果debt 还是比较重的负担的时候 市场人士 也很难 就是 大量资金去买一些西家股 都要看看 那今天港股也涨了很多 涨了是不是2% 那现在 夜市 夜市 夜企都是涨0.5% 那 哇 日经就涨得很厉害 那 曾经 已经穿过4万2% 创新高 那 那 但都要胡调一点 那 晚市都是跌1.3% 那 那 德国方面呢 就是有点升 那升0.5% 法国呢 都是 那 那 一会儿 K.O.就会详细地说 就是 那 那 这次反而是 有利于极左 而极左呢 就是反这个资本主义 我不知道对于市场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极右呢 就是脱欧 极左呢 就是反资本主义 那 那 就是 那 那 就是 所以 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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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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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始終減息預期 我都说其中一个影响Dol1YPY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息叉的问题 如果息叉YPYPY和Dol1YPY更加强的话 Dol1YPY好难有回党 就是YPY好难变强 但如果现在刚才也看到股票量 如果是炒突然觉得今年是有机会减3码的话 Dol1YPY可能需要回调 希望大家在160水平上搶了很多日圓 可以去故鄉回家鄉 夠子彈 不夠就問BOJ借 很多人都給你借 去收美金 通常都是日圓弱的股市升 厲害 日圓又強 股市又強 以美元計價的日股就賺到發財 但亞洲市沒有那麼強的表現 只是剛剛才強 我估計是CPI出現之後 市場的反應都很快 立刻調查 例如澳市 亞洲市澳市也沒有什麼表現 現在也升0.3 很明顯 因為剛剛是出完CPI才移動 正常來說就應該跟過CPI的數字 最近超短線 我知道雷種Block的correlation 就說$1和日經指數就沒有關係 但之前那個日經彈了上去 超短期來說就比較適合$1的升幅 所以出了CPI的數字的話 就$1都要回 我覺得 大佬今年是$1是升了10% 你記得我們買單 第一半的時候也算過10% 如果以一個大小的 currency來說 我覺得都很快 你想看得怎麼樣 $170 我覺得就有點誇張 我一直說了很久 我就不賭 這個交易 勾羅都叫做靠穩 始終法國方面就沒有算一個極右的 國民陣線的一個 Marie Le Pen 所以勾羅都可以叫做有些回 有些靠穩 再加上今天就多了就弱了 跌了0.59% 佔最重的$1是一定EUR 都有點勝負 那綁很久沒見過1.29了 那不知道Kia Starma 就是那個施紀賢是不是腳頭好 暫時看到綁又不錯 英格蘭又有個決賽 如果真的 是不是因為國家杯的關係 不是因為Starma 你說因為國家杯的原因 所以那個榜強還是怎樣 所以有人學一下他 那看完決賽才知道 那加指都是強 稅廊都是偏強一點 情況金 產品方面就有方面 上個禮拜我記得都開始81流上 80流上 那應該沒什麼變動 那紐約旗遊都是81元 波蘭達優就是84元 然後金 咦都有點升幅 都升1.6% 那都符合 似乎那些 asset classes 都合理地炒 那就是CPI的數字 就是跌得比較 就是比率前預期多的話 那金也有根性 那就是升1.6% 銀就升1.87% 那 Platium 也在賣車邊 是可以$1001元 那 一樣價錢 現在Platium和Platium 都是1001元 是呀 那時候當然很不同 現在變得很厲害 那 Copper就 反彈回到接近1萬元 那時候就回到9800元 看小就好像很難創回之前的高位 那時候我也覺得 是不是AI的Data Center 導致電量的Copper都要用多了 去到這麼跨 我覺得真的牽強了一些 因為 那個製程如果更加先進的時候 其實就偏向省電阻 那麼一加一減效率 多了人 就是做Data Center又省電阻 我就不知道哪個效率是厲害的 那麼要微積分一點一點才知道 那麼 其他的 Asset Classics都有各自的看法 那麼 那麼 Crypto就 Bitcoin就反彈了一點點 那麼 之前低位去過55,000以下 那麼現在去到57,000 Ethereum就在3000元上 那麼3140 那麼 爭取時間講了 那麼 因為今天也要講過市況 那麼 那麼 講好少一點earning 那麼我見到 Airlines股呢 我覺得 我之前我們都經常說 即使看好過旅遊股 但是Airlines都不在我們雷達 方面 那麼 都挺搞笑的 就是 搞笑在什麼呢 就是Delta Airlines 就出了一個比較差一點的一個outlook 那麼 現在好像Delta也在跌10% 8-9% 哦5.7% 之前好像跌得多一點 是的 那麼反彈了一點 那麼我覺得挺奇怪的 因為他就說 嗯 Summer Travel 那麼他就說呢 就要一些Price Cut 那麼希望可以拿回那個Market 如果那個市場是很旺 你還要減價去拿Market 又真是 比較奇怪一些的 就是正常就是 NVidia這麼好生意 那黃銀芬不會宣布 我減價了 憶你媽媽 大減價 那麼 那我真是奇怪 究竟是 就是國際客量是超出預期啦 還是 即是 即是地盤不夠強呢 還是 為什麼 那個市場那麼旺 那麼多人在Summer 在美國都是要減價 爭客呢 那麼 我覺得有點奇怪 那麼可以再看一看情況 那麼 不如都說一說英國的大選吧 不如都給我們首席的 就是 這個 國際政治 國際關係的一個分析師 那麼 我來給Key好說 那麼 你對這個UK的 選舉有什麼看法 非常好 我們回到上面那個圖最頂 這個網頁最頂 剛好就是我想說的那一段話 即是保守黨就好像輸到太皮那樣 但是Labor好像大家覺得他贏得很厲害 但是看回這個圖非常好 就又有議席 又有這個得票的佔比 那麼見到Labor 33.7% 其實你說是不是很高呢 其實又不是很高的 你說沒有過半 即是連四成都沒有 那麼 最主要就是其實大家很討厭這個保守黨 只不過 簡單來說就是 我寧願就是輸了他 輸了那個選舉都不合理保守黨 哈哈哈哈 最大贏家就是Eddie頭的Libro Democrats 以致就大幅進漲 即是七十二席 這樣就成為一個 其實都真的不是很少保守黨 很多黨 很多票 你保守黨再不再有什麼改善的話 現在大家最害怕就不是Libro Democrats 不是Libro Democrats 這麼多年來都是類似這樣的水平 所以都不覺得他可以再進一步 會有什麼進步 現在大家就很害怕 這個Reform UK Nigel Farage 即是駁了這麼多次 終於這次被他駁到了 終於做到國會議員了 如果他在國會上有什麼出位表現 再有些 能夠維持到極右那邊的勢力 那不排除 即是再下一次可以有更大的一個進場 因為 Reform UK 就有一個沒有議席的政黨 現在變成有五個議席 那麼 保守黨另一個大問題 就是很多 有頭有面的 要不就 例如Boris Johnson那些 就被黨踢了出去 這樣就沒得選 前手上Lis Trust 就輸了 這個都挺意外 雖然某程度上也是不意外 因為就 四十四天可以 搞這麼大的壇事出來 那 選民也是有一個懲罰 那 接著 保守黨下一個問題 就是 沒有理由又找回Boris Johnson那 繼續做 要找一個新的領頭羊 那新的領頭羊的時候 又是 很多有頭有面的輸了 本來 理論上 按論之排輩應該是 這個 Beni Murden 就是 這個機會是最高的 但是Beni Murden 又輸了 Beni Murden 又輸了 那 現在就 好像是有一個 卑銳 我一時間不記得了 名字 現在那個 呼聲 Sherner Braverman Sherner Braverman Sherner Braverman 是之前那個 被人解僱的 那個 Mannister 其實這個 他又未必是 呼聲最高 有一個 有一個 上次也有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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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個 現在的呼聲 是最高 那 那個 我沒有記錯 立場 好像是偏 偏偏 一點 所以始終 還是 不是 不是 Rexisuna 那種 路線 就是中間的路線 那 是不是好事呢 就 真的 不知道 那 另一個 另一個 這次選舉之後 比較多人說的 就是 終於有 第一個 女性的財相 原來英國這麼多年 女性的首相 都有過這麼多個 由戴卓爾夫人開始 已經有女性的首相 但是原來這個 Council of Exchequer 是第一次 有一個 女性擔任的 那 也是 這次 選舉之後的 一個變化 那 但是 你說工黨上場 會有什麼 變化呢 其實 驚訝 他在 選舉的過程當中 對於 對於 政策 其實都幾 沒有 一個很清楚的方向 那 似乎 就是以 以不變應萬變的 一個 一個趨勢為主 那 就是 Rachel Reeves 那 其中一個 比較大的動作 就是廢除了 將一些 新移 將一些非法移民送去 勞旺達 然後再審理 那樣東西 那個政策 那個 就是工黨 第一時間廢除了 那 還有 Kia Stammer 也是第一時間 飛了去 G7 那裏 參加G7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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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是NATO裡面比較強勢的一個支持度很高的 就是一扭過去幾年的弱勢 Kia Starmer去到好像很威風 這些是暫時的選舉後的觀察 那我先講講 始終我在英國這三年都很用心去了解英國的政治 因為我覺得住得都要了解清楚 我幫Karo找回名 應該是你講Kami Badenot 是不是講這個人 看回賭博的東西 那就是用錢去衡量就最正確 Kami暫時的可能性是最高的33% Robert and Rick就是20% Tom Tonkinhead就是14% 我就比較支持董勤達 就是第三個Tom Tonkinhead 那我之前也介紹過 他就是被我們偉大的大陸政府制裁他 那他就不能進入中國大陸的 那因為他之前是沒做一個總部的時候 就應該都去過台灣去訪問 他應該是現在是安全局局 那坦白說應該沒有記錯就是不會這麼急著一定是現在選誰做主席 應該就是等到保守黨的黨大會呢 如果沒有記錯就是好像9月10月左右才是 多數是在Birmingham 就是這個英格蘭的中部大城市 就是白明漢裡面就會有一個黨的一個會議 那到時就會是決定哪一個 那看回票數先 那究竟誰做得到的話呢 其實都是 就是看個票數 這個都是其中一個指標來的我相信 那Kami呢其實都 當然跌了票啦 那但是都是 升銀都有 都多成 三千多票那樣 佔35.6% 那值得一提呢 其實我記得K.O.上次 那他就說 其實英國現在MP Member of Parliament的選舉呢 其實有少少像我們當時 就是在 回歸之前那個 立法局選舉呢 就是單一直單票制 每個選區呢就是幾萬人 你看到譬如這個Kami的選區 當全部投票了 那其實他們都是幾萬人的一個選區 那我們記得那時候好像 都很細分 尤其就是華富可能一個區 跟著華季的一個區 就已經有一個區議員 或者一個立法局的議員 那其實幾萬人就是一個選區 那Kami就是這個 那我支持的董勤達的話 其實他的票呢 是幾硬正 那南部的地方呢 就是當然也有跌票 那但是你看到 董勤達比起Labor 的Lewis 其實贏成萬一票 那還是這個議席呢 都是非常之sound 這樣去贏得到 哪些叫做不sound呢 我舉個例子給你 譬如Richard Sharnak 就是不sound 其實他都是 之前應該這次是ok 其中一個我發現了 就是那個exit poll 那時候是說 Richard Sharnak 是非常marginal 有機會贏得到 但反而那個exit poll 的準確程度呢 這次是見到那個NP的選舉 是不太準 是比較奇怪些 不只是那些人 就是在那個exit poll裡面 說謊 我投了reform 還是怎樣呢 明明投了conservative 我投了Labor 那所以 反而結鬥的情況 就是 不是很準確 那個exit poll 那麼Richard Sharnak 都贏得多 都是萬三 但是我不喜歡的 這個 Jeremy Kahn 那他就是贏得比較 就是真的比較marginal 因為 其實大機會 Jeremy Kahn 其實是 要下台 那他之前那個 財相 那就贏得過 不夠一千票 那第二個 Liberal Democrats 就是Libdam 就是兩萬二票 那麼 Jeremy Kahn 就是 兩萬三票 那麼 西進偉有說過 說自己想 就是選黨代表 但是應該就 最後好像他有 就說 應該都不選 但是就是西進偉 說的話 我就不太相信 看看這個情況 那麼這次時間差不多 那麼我們下次可能 再說一點選舉 再加上說法國的大選 再加上說 美國那個 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對